哈喽,大家好,现在是夏末秋初的季节,丰收的时节,那么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,我们的果实累累,现在好多的种的蔬菜呀水果都是丰收的时候,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丰收的这些食品非常高兴,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时候,一些害虫, 一些虫子也就逐渐的越来越多疯狂起来,因为有足够的食品,所以吸引了它们,也是它们最旺盛的时候,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,就是要这个时候注意防害虫,杀害虫,这样的话就能将来都不会被害虫所侵袭。 我们后院的虫子比较少,不能说没有,但是比较少,以前的时候非常的多,那么我们这几年就注意在夏末的时候,然后我们注意防虫,害虫,结果这个效果非常明显, 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呢,我们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。 第一个办法呢,第一个办法呢,第一个办法呢,就是要及时地检查,发现害虫,然后把它沐到垃圾桶里, 只所以扔到垃圾桶里边,就是说我们连卵,一起送走。 那么第二个办法呢,就是用草木灰,然后喷洒一下,这个容易有害虫的地方,比较潮湿的地方,这样的话会让害虫,在这个碱性的土壤里边,比较难以繁殖,生长。 我们要及时地清除一些老叶子,死叶子,这样的话,因为这些虫子,它们都喜欢在叶子下面,或有遮盖的底下生存繁殖,特别是有潮湿的地方繁殖。 我们要及时地对植物周围的土进行disturb,也就是说进行打搅和搅乱,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害虫赖于生存的环境,得到这个中断,或者是打乱, 这样的话,虫子就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存繁殖。 我们用自制的有机杀虫剂,喷洒虫子较为影响严重的地方,主要是,我们用的主要是这个肥皂液和碱面。 那么这个肥皂液呢,我们就是比较最初时期的那种肥皂液,就是像这种Dong肥皂液。 那么这个Dong肥皂液呢,它就是这个肥皂液,它的组成实际上就是油质做成的, 一种非常简单的,原始的这种肥皂液,然后我们再加Baking Soda,这样的话,我们就可以自制这个有机的喷洒药。 那么注意,在选择肥皂液的过程当中,选择这些没有香精,或者是其他的添加物的这种肥皂液。 我们加一个茶勺的肥皂液到一加仑水里面,然后我们再加一个茶勺的这个碱面,到这个一加仑水里面。 然后我们盖上盖儿以后,就可以进行喷洒。 我们喷洒的地方主要是这个虫子比较多的地方,或者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方。 我们通过以上的这样几个举措呢,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虫子的这些在后院里边的繁殖和生长。 这样的话,很有帮助。 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季节进行这种处理。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种经验介绍给大家,希望大家试一试。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,可以和我联系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屏幕左下方的连结键。 订阅、转发、点赞和收藏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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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